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不能出门 很多情侣都是分隔两地 但是呢过节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仪式感吧 就是咱们可以画一个美美的妆容 然后跟你男朋友打打视频电话呀 或者是发一发好看的自拍呀 虽然说现在疫情很严重 但是希望大家还是能有一个甜蜜的情人节吧 然后今天想给大家画的是一个天法式一点的甜甜的妆容 就是让人那种感觉有心动感觉的妆容 咱们现在先来上一下这个防晒 今天这个偏发式一点的妆容呢 主要就是强调那种皮肤比较自然的纹理感 要求这个妆感稍微轻一点 就是底妆的妆感稍微轻一点 然后配合那种慵懒一点的眼妆啊 然后最后再搭配红唇 出来的妆效就是那种让人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心动 有一点点小心机 又比较自然的那种妆效 今天这个妆呢 对底妆的要求比较高 就是要保持你皮肤的纹理的基础之上呢 要能做到就是有一些自然的通透感 然后有一些光泽感 所以今天我选择的是这个教育师的SPA粉底液 它这个流用性特别好 像水一样 然后你摸上去呢 它是有一些丝滑 比较丝滑的那种触感 然后找一个美妆蛋 然后用一个定妆喷物把它给喷湿 然后先就给它拍开 它是那种拍开就是完全不厚重 特别的贴你的皮肤 但是它在轻薄的同时 我觉得它遮瑕力还可以 你看我这颗巨大硕大的痘 也能遮到 大家看一下你推开之后 它的这个妆感是很贴的那种 然后不会一按一个手印 也完全的不黏 很薄 然后也能看见一些皮肤 自然的纹理 然后会有一些轻微的光泽感 现在很多大牌的底妆呢 都有这种养肤的成分 然后因为焦韵世家护肤品是我一直以来就是都比较喜欢的 所以他们家的这种养肤粉底液呢 我觉得在我这儿也是让人觉得比较安心的一个选择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养肤粉底液里面含有的这个天然直萃呢 所以他们家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不死鸟精华的 里面含有的那个同款精粹 就即使你给皮肤上妆的时候 它也能滋养你的皮肤 类似于那种就是上妆也是在做保养的一种感觉 大家看一下我的嘴 就因为在北方的室内就是太干了 我每天晚上都用唇膜 但是依然就干的不行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一下 你的皮肤会有一些轻微的光泽感 然后它是非常非常贴的 然后你保湿程度也觉得很够 就是在北方这么干燥的就是暖气的情况下 它能有这种保湿的程度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 即使你约会的时候 然后跟那个男性离的特别近 它也能看出你皮肤是非常好 就不会有那种很厚啊 浮粉啊 卡纹的那种感觉 然后会有一些柔胶的光感 自然的光泽 上完底妆之后呢 我现在要用一个定妆喷雾 这个定妆喷雾也是胶韵湿的 就这股玫瑰味真的超级超级的好闻 这个玫瑰味真的非常的好闻 你看它这个瓶身就是特别的好看 颜值很高 然后它一喷呢就能给你一个持妆的效果 然后还能给你皮肤增加一些水光的感觉 就会有一些光泽感 它这个喷头是香水专用的喷头 然后能喷出特别细腻的喷雾 就很轻盈的那种 它这个喷出来是那种玫瑰和葡萄柚的那种香味 喷上之后你就感觉你在一个花园里 就味道非常非常的好闻 就喷上去很享受那种感觉 如果你是一个玫瑰爱好者的话 这个绝对会踩到你的点 非常非常的好闻 它里面含有那种顶级的大马氏格玫瑰精粹 还有芦荟精粹呀 里面还有抗污染的复合素 然后就既帮你保湿的同时 也能帮你抵御一些外界的污染 大家看一下这个底皱已经完成了 就非常通透 然后有那种很自然的光泽感 你看看这个位置 是那种很高级的感觉 类似有一种尾素颜的感觉吧 就让人一看感觉你天生皮肤就是这么好 这么有光泽 然后又不会觉得上了很重很厚的粉 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 好这个眉毛就画好了 我这个眉毛画的比我之前 普通话眉毛要稍微粗一些 因为今天是一个比较偏法式的妆容 就是眉毛要有它那种比较稍微浓密一点的感觉 然后咱们就到了眼妆的步骤 眼妆呢我要先用一个烟熏玫瑰粉色 给它大面积铺在我的上眼皮 然后这个范围可以稍微大一点 然后再找一把预染刷 给它稍微预染一下 然后再铺第二层 然后接着找一把预染刷 再给它预染 然后再找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给它铺在上眼皮的眼尾 然后上眼皮的妆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咱们现在给下眼皮呢 打上一圈淡淡的黄色 给上眼皮的这个中间位置再点一点出锅 刚才我去补了一个眼线 然后眼线画的时候呢 画一个稍微上翘一点的 就是比较有发色那种感觉 然后呢再用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就发紫红色的眼影 然后给它压在这个眼线上 然后咱们先来刷一下睫毛 这个妆呢浓密卷翘的睫毛是一个重点 我刷下睫毛的睫翘呢 是我会先刷一层 然后就给它先放在里面 我先去刷这一边 然后再把这边下睫毛刷一下 然后再来把这边的下睫毛也刷一下 就这边下睫毛刷第二层 我会先Z字形的刷 OK这边的下睫毛就搞定 然后咱们再把这边下睫毛刷一下 好这个眼妆就换好了 然后咱们先来上一下腮红 现在有一股夕阳的光打过来 腮红我会从这个位置 这样好像戴到眼下 这样会比较有一种害羞的感觉 你看这边一下这颗就有一种害羞的感觉 因为现在它有一条这个 镜子反过来的香的光在这 所以说感觉不是很明显 然后咱们现在来上一下这个高光 高光今天我选一块江边色的高光 好现在来修一个容 然后找出刚才那个高光 给眼头和你鼻梁凹陷的这个位置 中间再打一点鼻梁 这样的话会显得你鼻梁更高一些 这个位置更紧凑更立体 然后给唇峰这个位置也打一点高光 还有鼻尖和鼻梁 然后再用刚才那把羞绒刷 把鼻头这个位置再补一点羞绒 然后就是脸颊的这个羞绒 跟你的就是腮红连在一起就可以 点了一个特别特别轻的纸 然后咱们现在就化唇妆 唇妆呢我是先用一个大红色 打在唇部中央 然后找一把这样的棉签 给它运人开 然后再用刚才那个还有鱼粉的这个美妆蛋 再把周围稍微拍的匀一点 然后再在中间再加深一点这个红色 然后再用一个亮亮的给它再叠一层 就是大概这种效果 然后如果你觉得嘴唇中央不是那么深的话 还可以再叠一点点 好 我们去搞一下头发 好 现在已经是我带妆十个小时的样子 然后给大家检查一下这个妆面 它脸部这个位置保持都挺好的 我的唇妆是已经脱落 因为我刚去吃饭了晚上的时候 然后我上了一个润唇膏 然后你看一下鼻翼的这个位置 也都保持的挺好的 所以它持妆还是很厉害的 我刚去哄我儿子睡觉 所以说头肺啊什么的有一点点乱 这就是情人节的妆 然后希望大家能过一个美好一点的情人节吧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妆容 然后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